将一届新年载到来 南投受证宫圣灵会 每年都会集结社会各界善心企业的爱心 共同举办 迎新春庆檀元 宋年菜过好年关怀弱势的活动 这次也结合南投讯同会 南投少年光户协会等等共同办理 这次的活动 我们南投讯同学校 每一年爱心联赛 在这里阿高台台讯同学校 所有管理委员会来向 我们今天的赞助团队 我们的宣信议室 非常多尤其南投管農会 曾明瑞 曾总干事 少官协会李书町 将军跟我们书町公 所有管理委员会 所有志工跟南投讯销分队 的志工 大家都来跟我们书町公团 大家来参与 来做年菜 送爱心 和这弱势团体好过年 南投县农会总干事曾明瑞指出 县农会已经连续7年 与收政工配合办理送年菜的活动 今年包含南投市 民间乡 部分的中寮乡 以及少年官务协会 总共186种的年菜 来提供给需要的人 我们南投县农会 每一年 今年已经维持第7年了 都跟我们受政工这里 来配合 做一个弱势团体的 送年菜的温暖活动 今年我们在南投市 民间乡 一部分中寮乡 还有我们南投少年官户协会 受官户保护少年这个部分的很弱势的家庭 我们总共做了186桌的年菜 来送给我们这些弱势的家庭 给他们在过年前一个温暖 先议员宏明科表示 想要感谢社会上 善心人士 慷慨减囊 共同捐赠这次丰富的年菜 不但相当具有意义 也祝福乡亲 苦年情大运 我们今天我们的年菜 有186桌 都扣到我们的先讯人士 一桌 一千两千三千 大家接上来 来今天跟他们共享胜值 让我们南投市民间乡者的边缘户 会会贵到一个真正幸福 真正好的一个新年 在这里还好感谢所有的先讯人士 今天大家共享一致 感谢大家 也在这里 祝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在好年的兴大温 宋联菜活动已经迈入第七年 先议员红明科 感谢社会上行人士的用心 也祝福乡亲 新年快乐 记者邱平逸 南投采访报导